大家好,我是惡魔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Marvel Studio 電影十週年套組裡面的無限之戰 這個套組裡面有總共十套 從第一集《鋼鐵人》一直到最新的無限之戰 每一個盒子側面都有一個圖案 全部拼起來像史詩般壯闊的電影形象圖 在這十套裡面,我個人覺得最值得收還是第十套 也就是2018年的無限之戰 裡面就有薩諾斯、Doctor Strange跟鋼鐵人 所以重要的角色在這一套裡面 這三個其實都有出現 其中當然第一個最值得介紹最值得收的就是薩諾斯本人 他的尺寸大概是20公分左右 如果之前有收過《Marvel Legends無限之戰》 另外這個套組裡面 他有一個BAF 就是每一個角色裡面都有附了一個零件 譬如說手或腳或身體或頭 組成薩諾斯 這一次他則是以單獨完整發售的方式 兩個比較之下 在很多地方這一次都有更令人驚喜 更令人滿意 誠意十足的表現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的整個組結構是一樣的 但是這次有兩個很明顯的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他的無限手套的部分 之前是做了這個拳頭 那這一次則是做了這種熊霸天下 想要把宇宙掌握在手中的這種開掌的這個手 那很有表情的感覺 那這個真的就是把這個薩諾斯這種霸氣完全表現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則是在他的頭雕的部分 之前他是有點帶微笑的這個表情 那這一次就是這個非常serious 非常嚴肅的這個表情 那更能夠展現這個薩諾斯這個角色的特色 就是這個憂國憂民 當大家都在過快樂日子 只有他願意不惜欺贈一切 來這個拯救宇宙 那當然這個因為每個人的這個看法不同 立場不同 所以他的邪惡可能 他的正義可能在別人眼中看起來是邪惡 那但是他這個臉的頭雕呢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近看 可以再靠近一點都沒關係 不然他的皺褶啊 這個下巴這個感覺都有做出來 那塗裝其實也是做得蠻到位的 那這次的塗裝跟這個之前 無限之戰那一套的BAF比起來 他的顏色呢 第一個他做消光的 而且呢 顏色做得比較淡一點點 就不會看起來太卡通的感覺 所以這次反而寫實感上面是更加理想的 而且呢 他還多附了 這個真的是非常讓人覺得驚喜的地方 就是他多了一個 這個深淒淒的臉 你可以看到吃牙裂嘴 這個感覺是全身吃奶的力氣都用上 那這個臉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牙齒的縫隙啊 他的全身這個 整個臉這個 這個 這個 滿臉橫肉的這種用力的這個肌肉感 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他替換當然很簡單 直接拔起來 裝上去就好了 這個是 在替換上面 一點都不費力 那他的 塗裝上面還有一個 細節就是像這個之前的版本呢 他這個部分是沒有任何的細節 但是這一次呢 則做了一些圖紋的表現 有點像這個無限這個疤的感覺 也有特別做出來 那他身體 這個 衣服上的皺褶啊 這個紋理等等 則是跟之前是一樣的 但是 塗裝上面呢 則有更細緻的表現 那尤其是他的手套 這個 無限手套 這種 金屬舊化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寶石 那不過呢 因為 孩子寶他的玩具 MVL系列 他當然是比較兒童像 所以在精緻度上面呢 其實是做得普普通通 譬如說 寶石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用透明零件來表現會比較好 但是 反正這個價位就這樣子了 那 可動度的部分呢 當然是中規中矩 MVL的水準 大概就是這樣子 譬如說 你可以看到手 這個大概90度 是達不到 那另外他的 腰的關節 這個 這個 前後仰啊 然後這個大腿的這個關節等等 基本上都有做出來 那甚至這個腳 是做兩段式的 關節 貼地等等 就是以現在的MVL所可以達到的規格 大概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已經就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表現 好 這是薩諾斯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做得非常棒 光是收薩諾斯 光是這個頭雕我就覺得值回票價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則是馬克50鋼鐵人 那它的高度呢 是大概差不多在16.5公分左右 那馬克50呢 這算是這個鋼鐵裝之中 最先進的科技嘛 那當然 可是我個人其實 沒有很喜歡它的線條表現 因為我還是喜歡這種 機械感強烈一點 但是總之 這個是為了要表現這種先進科技 所以有點這個強烈的未來感 這個也是ok的 那之前的無限之戰那個套組 其實也有這個出了馬克50 但是這一次呢 有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就是呢 這個胸口這個部分 燈呢 它首先 首次呢 在Marvel Legend這個系列做了 這個亮燈的機制 LED燈的設計 那之前的系列都是沒有的 那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大型 而且它亮燈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它是 不會一下亮 它是會慢慢亮 而且熄燈的部分也是慢慢的消失 這一點算是做了相當用心的 而且甚至它在塗裝上 它不光只是一個藍色的零件 它上面還有做了白色的這個漸層 那塗裝也是這一次的一個特色 包含你可以看到眼睛的周圍 它有做了特別做藍色的細節的塗裝 那看起來好像就是眼睛在發亮一樣 這個也是之前那個無限之戰的 馬克50沒有的細節 另外它的一些特效件 透明件的部分它也是都有給 那不只是裝在手上 它也可以裝在腳上當作噴射 而且它的顏色我覺得是比之前那個 馬克50無限之戰版本 我覺得更理想 那這一次呢 另外一個差異在於說 因為它的胸口做了點燈的機制 所以它透面就多了一個電池的開關 裡面裝了電池 那因此它整個軀體是一體化的 那就沒有辦法做太多可動 那另外它這邊還做了一個切換的開關 如果你切到右邊 它是可以長時間亮 就是會一直亮著 那所以呢 它因為一體化的關係 所以它這個可動度 腰身就沒有任何可動度 這是做一個取捨 但是總而言之它基本上做的還是不錯的 OK 這是馬克50的部分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至尊魔法師啊 就是Doctor Strange奇異博士 那之前在奇異博士電影那時候 它也有推出了一個套組 那其中呢 也有推出Doctor Strange 不過呢 這兩個相較之下 其實你會覺得 對比下你會發現差蠻多的 因為這一次它的頭雕 真的是進步的非常多 不只是刻畫得非常精緻 感覺就像BC本人一樣 而且它的塗裝呢 也沒有像之前那樣 有點走神的感覺 眼神還是炯炯有神 那甚至鬍子的刻畫 頭髮的刻畫等等 都是相當到位的 好這個是真的是 在這樣比例的可動人偶之間 要做到這個程度 你不得不佩服 就是排之寶這幾年 技術上真的進步蠻大的 那它的細節配件的部分呢 它的左手 之前那個版本 它也有附這個特效件 就是大家說是月筆 裡面的細節的刻畫 都是做得很講究的 透明件 那是做成盾牌的方式 那左手呢 其實是做成一個開掌手 那為了讓你可以握持盾牌 所以它也特別附了一個 可以持盾的這個手 握上去就有點持盾 沒有啦 那另外左手 右手的部分呢 則是這次多了這兩個奇異果 那綠色的特效 那也是一樣是透明件 上面也有非常精細的刻畫 這個種種的細節配件 算是做得相當的講究的 那另外一個跟之前的版本 不同的地方呢 是在它的披風的部分 披風的樣式設計 就跟之前就已經完全不一樣 那甚至細節的刻畫等等 都是不一樣的版本 但是一樣做得非常非常精緻 甚至連內裡的部分 你可以看 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你看連看不到的地方都做得這麼仔細 這個真的是也讓我覺得滿 真的是滿讚嘆的 那另外呢 它這個時間寶石 當然可以拿起來 那它的可動度呢 也是一樣中規中矩 就普普通通 就是大概就是一般 Marvel Legends 素體的水準 但是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細節衣服的 皺褶刻畫表現 這個裙擺的設計 等等都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可動度的部分 就真的是還好啦 就OK的 程度 貼地這個都有做 雙重關節 但是也就都還好 OK 這是史傳奇的部分 那所以總歸一句話 最後講結語 就是 這一次呢 它的十週年的版本 其實 我個人覺得誠意十足 就不只是說 把之前已經賣過的角色 再拿出來賣一次 而是真的讓它 這個有全新的刻畫 包含它的塗裝等等 都有更理想的表現 那尤其是呢 你可以看到 這後面的這個十足 它可以拼成一個 這個波蘭狀 或者史詩級的海報 那整個收藏當然 這個紀念意義呢 就更加的這個突出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這個十年來 一直支持MARVEL電影 也買了很多玩具呢 還不夠 這一次呢 讓你一次出奇十足 請家蕩蟬 但是 當然這是一個很值得 留這個紀念的一個系列 這就是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MARVEL LEGEND MARVEL STUDIO 十週年的 這個無限之戰這個套組 總共三個角色 那 這個 它 你可以看到 在這十足之中 這麼多角色呢 那我個人還是最喜歡的是這一組 其他當然也都可以收啦 好 那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這個介紹呢 也歡迎訂閱我的 惡魔人的粉絲團 或者追蹤我的YouTube的頻道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